Hello,大家好,我是Fair 足以熱火就不敵這個胡仁 以長數4比2,胡仁就贏了熱火 其實今場都頗懸殊的情況 中段大部份時間已經 胡仁都Lead30多分 雖然最後比數是以106比93 只是以13分的距離落敗 但是大部份時間已經是垃圾時間 所以千萬不要和我比分 覺得兩個都不相差 其實在第二節的尾段 已經是落後30多分 今場明顯熱火的體力 就非常之不計 大部份時間 無論Jimmy Budd The Bio Tarrant Hero 他們都非常非常疲倦 雖然數字上 你會見到 The Bio 仍然打得不錯 Jim Budd 仍然有幾個assist 但是如果你真的整場比賽去看 其實他們都已經非常沉直 和砸 都不怪他們的 長一場球打了四十幾分鐘 那你想他懂得飛嗎 這場球當然很明顯 在體力上 就完全被胡仁壓下去了 再加上 你會見到胡仁的防守 今場就要把Duncan Robinson 和Tarrant Hero 完全壓下去 縱然Jockey出來了 但其實你見到腳步 各方面都已經很慢了 其實跟賽事都很慢了 當然很多 你會聽到 看VTV 你會見到 一直都會怪 為何當時變聯防變得太慢了 但我相信的情況就是 他的變陣都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 因為 明顯你的球星已經超負荷太久了 你專筆這樣 其實 就算你再看上去 這場Plowder 你都知道 已經打得非常非常之樂力了 都沒有什麼可能 在中途改變了任何事實 那你就明白了 你可以怪的 是怪什麼呢 可能怪 Igudela 其實這樣 那十分鐘可能 變得沒有什麼特別貢獻 但是 既然他的年紀出來的貢獻 都不是做這些事情 再加上 小將的表現 在這場 就是非常之喜目不定 你看到 Kendrick Nune Tar Hero 無論出手 Aerbo 什麼都有 你會知道 他們都沒有什麼貨賣 不是說想不想 就是 他們 這個年紀和經驗 再加上 那些大佬輩 已經不太頂得住的情況下 小將壓力自然增大 那 Kiffen 我給你現在十九二十歲 去打場什麼 你多手藤腳震 那所以 你又說 可以這樣說 他們這一年來講 應該都叫做收穫豐富的 就是 剛剛一出道的年份 就已經落得了 一種絕菜的經驗 那 就是希望會成為 業火 即是累積下來的資產 那但是 其實 我覺得他們發展前 應該是有的 例如 體格上面 或者是那些 走位 心理壓力上面 即是心理壓力面對的層次 是有得 有得搞的 那我覺得反而 Kendrick Nune 高度會有多高 今場我覺得他有一些位置 真的有得搞笑 即是他那個 即是會挑戰AD 其實 我之前看他的 即是季初季中的時候 看他其實都打得不錯 因為他小章都挺有大象之風 但是 去到這些時候 好像似乎是 都承受不了壓力 所以 即是在一個高度 會去到多少呢 就真的有些 誠意的搞法 那 反觀可能是 Tarn Hero 和Duncan Robinson 只要你純粹是一個 無求射手型的 那其實這些 有得轉型 玩一下 一來本來 這種打法的 壽命是比較長的 二來 很多時候 大家知道 那條賴怎麼走 你就會 拿到自己的空間 拉到自己的空位 也不會被人抹得 所以 熱火前途 應該都是老友的 但是 究竟明年的動作 是 換球星 即是 再衝擊總冠軍 還是 一路沿用著 這一堆 他們 重要的資產 去打下去 大方向上 就非常難決定 那 反觀 胡人金場 其實真的打得 非常之樂力 尤其是在KCP 再加上X-Factor Rondo 一開機 不斷閃閃閃 我也明白 放他們三分 是非常合理的 即是 放Rondo三分 放Rondo三分 總好被爆 這是 很合理的戰術 但是 今場 就被Rondo射爆了 無論橙籃 助攻 各方面 Rondo 真是 發揮出一貫 他的指揮家 的能耐 整場波真的 引領著胡人 其實我覺得整場波 如果可以立方 去帶著他走 我反而覺得 是Ronald 會帶著一場波走 因為 Rondo 整隊球是因為控制著節奏的轉動力壓得很低 所以Bondo在加了一路如一寶的情況下 其實整隊胡人都很多路 不是只有他一個 但是在他壓牆的情況下 再加上在這麼關鍵的時候 打出一個令人驚訝的表現 那場球更加熱課更加沒得打 因為你猜不到他 他都射三分,那你怎麼玩呢 有時候有些人就是 二十年都不成了三分,突然不斷進入 你不能玩的,你放他還是追他 這個就是你很難搞的地方 再加上就是 因為其實他這場你會見他打KCP 和Curroso兩個追債的防守球員 你會見到其實雖然Curroso得分好少 但是你見到整負值很高 因為他們兩個就好像真的追債 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可以瘋狂地 追著兩個白人,不斷守住他 其實他們比了Duncan Robinson壓力都超級大的 你看到KCP完全不讓他拿球起手 他一直迫著他跑的 那Duncan Robinson的確是 原來沒有無球走位 射三分就沒什麼絕沒 一迫到他帶球就輕輕的 Tara Hero這點法要好一點 雖然他Floater是Hairball 但是有人都只見到Floater是Hairball的一面 但是叫做多些進攻手段 Duncan Robinson可以反而少一點的 那這個組合的確在防守端上都很耐力 亦都在Game 6 劍其功的 即是Colossal、KCP 亦都有別宗 他近時一直不穩定不成熟的表現 KCP終於到這個年紀 足夠大熟大勇 胡仁都守了他這麼久 都算是這樣的 其實KCP 近時曾經有很多不同搞笑的畫面 但是到這一刻 終於都叫做醒了 胡仁等到你了 都是一個很高興的事 當然LBJ就成為了一個 叫做都理所當然的MVP 整場球又再一次大三元 其實好像他這個Final 已經兩次大三元了 也挺厲害的 亦都成為了Final MVP 很多人可能不喜歡LBJ 包括我自己都說LBJ 其實真心覺得 不過以他這樣的年紀 這樣的表現 大約36歲打成這樣 你還想他怎樣 在這麼高水平的賽事裡面 36歲可以打到鐵甲人一樣的表現 大家都值得為他鼓掌 在三隊不同的球隊 拿了三次不同的冠筆 亦都拿了三次不同的Final MVP 這個成就也算是一個匪然的成就 當然以這個球隊中心的角度來說 就真的差一點點了 但是亦都是因為這樣 他替造了另一種歷史 可以帶著不同的球隊 去做一些不同的事 不過他亦都是普團文化的第一人 所以他打破了普團文化 這個是我都挺不喜歡的東西 不過當然他到這一刻 就人人都普團 那已經沒什麼苦了 AD 亦都因爲大哥 幫James 收獲了他人生 第一個總決賽冠軍 第一個NBA冠軍之環 以AD 現時的情況來説 其實冠軍之環 他都很有機會再問頂多一點的冠軍之環 多幾個就不知道 但是他這麼潛力 再加上他那個年紀 真的他有能力 繼續問頂總冠軍的次數 可能也不少 看看胡人如何重組 在過過勒邦James這段時間 用勒邦James兩三年的情況下 如何可以組合到一個再新的王朝 去延續著胡人爺的霸權 深刻新的一年也會更激烈一點 今快又回來 再加上 即將人怎樣都好 快艇 小馬等都會 慢慢組織自己的陣容 不會這麼容易 予取予攜 西洋方面何時都這麼激烈 下年都會挺精彩 當然西洋方面我同學都不太看 Houston 反而 怎麼弄都不太好 今年再拆一拆 又不知道會搞成怎樣 有時不太明白他們的戰術是甚麼的 其實你再一次看回鬼魯賽 其實都是一個 需要半場陣地戰比較多的戰術 再玩無限小球都不太好 這個要想一想他 火箭方面 其實未來那一年合約跳出的人 也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所以 今年如果真的餘下的交易都會很大兜亂 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誰在做好的戰術 其實 胡人 可能都要想想其他人怎樣搞法 因為 就算可以大摩 Kuzma 那些 我相信 都未必會在 尤其是Danny Green 尤其是Danny Green 都未必會在胡人的重組 的旅程裏面 就是其中一緣 所以 未來這個 這個列項 應該都會大摯 即 Jeroy McKee 可不可以留得住Dawing Howard 就成為一個 比較大的問號 如果留得住Hallwood 可能對他未來一年的發展都會好一點 因為 始終要打得 Jeroy McKee 其實 都OK 但是 你說是否一定要核心地留住他 又不是 當然 你會見到很多 JR McQueen Codes 我想 深刻可以做到一些 Trade 各方面 絕對會成為一個 家裡籌碼 亦都不誠意 不會懷疑這件事 最重要是 如何留住核心的 LVJ AD AD也會跳出 AD贏了就不會走 他們會用來玩 再留回 Crossel KCP 這裏 四個 如果Rondo 加Dawing Howard 都肯留的 其他那些 可以大兜亂 組成新一屆 組合 未來的一年 我都很希望 Gordon State 真的會做到一些事情 現在Curry 都出來說 我們對球 不可以不要高佬 你搶我和KT射 射不死人 現在已經出聲了 所以在綁眼籤上 會怎樣使用呢 亦都會令人羨慕以待 Anyway 恭喜胡仁成為新一屆總冠軍 今天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問題 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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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次再見 Share 拜拜